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关注回处一师户我们要玩一块这个回卡的啊 这个是回卡很多人看不出来以为是木辣以为是南起啊他是回卡的一个蟒皮飘花 我们这个料子的话有点断口啊开出来的话花也看得到了要准备把它 磨了取珠子啊因为这种飘花的珠子总好的珠子做货是很漂亮的 看下他的表现这开窗效果还是非常不错就是品质有保障了现在就是 就是并列把皮磨掉以后根据的烈的走向来切磕 谈一点成品谈一点那个就是 尿出来看看能做多少 这个皮磨好 色非常好 然后裂的话 就是磨完以后就更明显 有一些暗链看不到的有点 但是的话 不止啊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 就是看能不能出的跑到跑的更大的 这个链的分割 也挺伤脑筋 但要看了明白的链了但是 他的走向非常乱 这边这些经验来切吧 我这边这些经验来切吧 就分个好了 但是有一个面切进去以后裂 比想象中的多 这个小裂皮革上 皮革上就不明显了 弄完皮革后 非常明显 这种 只能吃小东西 这小竹竹都有点全 大竹子没戏 关键一点的还是比较少 这个小裂有点小 就回卡的 回卡的话 这个小链的确 就这一件的话 这个面看起来是 挺完整的 还是往边上走 还是有一些 到底能出多少货呢 不是百分之百完美了 效果虽然说还可以 有点小黑 有点小黑 有点小绿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你边编在这里可以做很多小东西 这是室内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室外的一个自然光 上手效果的话应该 裂部明显 20颗嘛有多 可以把毛病最多的挑出来 好 好 感谢观看